好 開始抓 如果必要你覺得你的頭髮 並不是很牢固的話 建議大家也可以用兩根螺絲來鎖 好 等一下喔 轉轉轉 轉了之後呢 繞一下 好 接下來 一樣拿起我們的小螺絲 把它鎖起來 再當你鎖 你在轉的時候 盡量讓自己的包頭 跟你的頭髮都鎖在一起 請你自己感受一下 它們是不是都有黏在一起了 好怕失敗喔 是Live的節目不能重來 耶 好了 它有一點點媽媽要掉下來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鎖好 好 再給我一次 給我一次 好 等一下 其實不用 其實還蠻緊的 好啊 OK啦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這裡有一個包頭 它這裡有一點點比我用風格 可是用起來應該是這樣子 好啦 再一次機會好了吧 反正我們什麼沒有 就是時間多的事 沒有啦 好 再給我一次機會給大家看一下 關注大家 我平常是手塵級的女生 因為用這個你不覺得很快嗎 而且要多用幾次就可以了 好 轉轉轉之後呢 給它轉一下 好 接下來要拿西小螺絲 好 這次一定要成功 我不喜歡梳的感覺 給它看一下 好 轉轉轉 轉進去之後 耶 好了 這是比較隨意的感覺 並不是那種用上屏心綁起來 你看 這樣一個有沒有夢幻的髮型就出現 或是比較哈越 如果你穿那種多層次搭配 像這樣的包頭就出現了 好 有沒有 很簡單耶 你看我只要花幾分鐘 而且它非常的牢都不會掉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你看我怎麼拉都其實不太會掉耶 它並沒有那種 鬆緊在綁著那種醜醜 就是 比較古早美容院那種感覺 它就是那種自然的感覺 好 接下來 剛才我有用那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好 我那個照片呢 因為我這個人有膨膨症 我跟我姐都有膨膨症 我們頭髮髮型 要通常能修飾臉 好 你看喔 對 你看就是這樣 在點點一個小小的包頭 可是左右看起來頭髮都要夠膨喔 這時候啊 有一個學校是 你不能這樣直接抓過來用 這樣你這一點一定會扁掉 你必須先留一點點 好 先留一點點 下來之後呢 然後你再把它抓過來 好 然後連下面的一點點頭髮抓過來之後 好 一樣 跟剛才一樣 轉轉轉 因為剛才有跟大家說過了 只要有一個球球跟頭髮的接觸面 其實不用是球球啦 不管你做一個計也好 你做一個便體也好 只要有一個接觸面 它就可以把那個 花樣 你頭上做的花樣 跟你的頭皮 鎖在一起 好 這樣 鎖在這裡之後呢 你要拿你的小螺絲 給它鎖起來 好 順時針的給它鎖起來之後呢 這時候旁邊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區區 這時候你可以利用一些黑黑的 小夾子 小黑 小黑夾子 好 這邊 好 然後給它 抓起來 收乾 就是收 比較稍微乾淨一點 那個不能收得太乾淨喔 它就失去它比較隨意的路線了 這樣 然後這時候啊 你看喔 這邊已經有了球球之後 這邊怎麼辦 這邊 然後另外一隻抓起來 然後 掛一下它的內側 嗯 這樣 掛一下 用手掛一下 就把它掛上面 用桌子就可以了 掛一下它的內側之後呢 把它夾過來 請注意到這裡要維持它的風度 好 這樣 夾過來之後呢 你要用黑夾子把它夾起來 好的 這時候 垂線的感覺 你看就是要這種爛爛的 有點點掉下來的感覺 然後這樣 完成了 就是跟我剛才的髮型一樣呢 完成了 就是 可是你要注意喔 這個髮型 用不好它可能會有一點裹點 所以在穿著上面 就要就是 穿比較時尚一點的感覺 然後才會有那種隨意的 然後有點哈利的風 你看如果你穿個小T恤 然後跟小褲子 然後背個包包讓出去玩 有沒有 這是一個很隨意的小女生 那很簡單啊 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夾子 跟任何的醜醜醜的橡皮筋 也沒有浪縮得很神奇 就是感覺很隨意 不知道怎麼牌的 就是旁邊的人會看不清 它頭髮到底怎麼用的 百事不得其天 這就是它神奇的地方 有沒有 小螺絲也有大功用喔 提供給大家 希望大家自己隨手 短短的幾分鐘之內 甚至不到一分鐘 就可以做出超滿意的髮型 而且很自然 然後很甜蜜可愛的髮型喔 好的 提供給大家記得 如果想要知道如何 訂出這些有趣的髮型的話 這一兩天去看 被連漂漂的部落格 就會有一些步驟跟一些講解了 好的 被連漂漂的網站上見 拜拜 拜拜